敬贏一些票,蓋過了喜用俊去到九倍 就是上浦福星 太陽帝國是相當之快 跑得很快的,不慢的 中間上來見到還有很輝煌 然後還有開心小子,中間還有敬贏 中間上來見到還有安威 過了馬威之後就是耀木 耀木裡面的奇寵 還有開心小子,外面的遊龍獻水 然後才見到騎下騎下,就是選得好 裡面是喜用俊 然後就是上浦福星,明星 在尾就是圍彩百姓 距離頭馬養魔是九個馬威左右 轉向銀溪彎,前面放頭 安威先放了頭半個馬威,先領先太陽帝國 在外蘭守著第二 過了馬威之後,第三個就是很輝煌 再過幾馬威之後就是敬贏 敬贏之後裡面的那隻就是奇寵 其中最後的就是月木 月木再後一點,然後就是開心小子 然後還有那隻就是喜用俊 最後的就是跑得很快 然後就是選得好 然後再後一點點才見到明星 上浦福星,圍彩百姓 距離頭馬養魔是十個馬威,那麼遠 轉向銀溪入正直路,還有400米 前面安威,依然領先太陽帝國就過了他 好輝王也是按住金城旁邊上來見到敬贏 但終於看到還有月木 中間上來還有開心小子 後面其他其他,還有游龍獻碎那些馬 前面是好輝王在競爭 後面上來見到還有游龍獻碎 中間上來見到還有開心小子,還有上浦福星 好輝王就越騎越有競爭 後面上來見到還有上浦福星 好輝王跑第一,跑第二名 上浦福星跑第三名,應該是游龍獻碎 好輝王,雖然今場有些安威 在前面不停搶 但是他仍然有很好的演出 跟回到內藍位 這裡進了直路 跟那隻勁贏,好像抖一輪 這裡已經扔了一隻勁贏 就分終點了,勁贏我頂不了 最後被內外側,兩匹馬甲 裡面有上浦福星,開面有游龍獻碎 會追上來的 我們節目時間夠了 詳細的戰果,請大家留意今晚的賽後 你怎麼看呢? 現在早段你留意一下 他已經是一檔了 他是將一隻馬 有這麼quiet,可以這麼quiet 將一隻馬盡量把他按到他睏 是前面一直有位 他完全是故意不上的 即是有時候 即是你怎樣說呢? 如果比起你在一般的角度 譬如你前面明明有位 你為什麼不跟前一點 但是究竟真的跟前一點的時候 他會不會有今天 現在最後的那段衝勁比例呢? 這件事真的沒有得爭 可以說是 你要看個別的馬 譬如說 現在你計算到上浦福星 都已經去到六歲了 六歲也是接近 都是已經 他現在在內南 他很多位可以黏在其中後面 但市民一路都不給他 一路都忍忍忍忍忍 其實這個是一種拆棋的方法 戴勝也跟我說 你越是給馬前面有位 你越是不讓他走 你就令到馬一路吵一路想走 一路吵一路想走 一路吵一路想走 到你讓馬前才爆炸上來 以前也有些圈內人說 你留心馬 以前很多年前說 那些五化狼 你記得嗎? 那時候 他說中距離馬場和馬 往往都在直路上 會有一段很強的爆炸力 就是因為你結束 都在前面輕鬆 嗯